刚才也有提过友邦1299 这个朋友就是Yu Chi Wei 他就说$79有货 但充上$85的时候就没走到 现在应不应该多加一阵呢? 但他又见市场很弱 他说如果是跌的话应不应该多加一阵呢? 那弱势我觉得都是短期的 我觉得这个投资就是说 说来说他说了两件事 第一是结算 第二就是说有热情的借口 第三就是等5月无加息 这三材的因素就好像近乎明定那样 制定过一粒弱开的港股 是转停了的了 是低位收的了 就是按下去的了 不管你的股票 因为股票里面是可以三五七日 不管基本面 我是喜欢按你 这个按你就按你了 按完之后等人们止蚀了之后 他又跟你说 这只股票也是好股票来的 你为什么这么傻子沽了它 然后又向上升回 香港很喜欢做这些这样的闹剧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1299就可能就是 例如我之前所说这些这样的例子 就是故意向下 按完下去之后收购货 然后先跟你说他 KPB有多好 然后再升回上去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79元 买这个位置真心来说 也都不是一个差的价格 因为我之前都去过84元的 有些人买它 就是都坐在那里 是不是 所以79元 其实真心来说 不是一个太差的价格来的 那如果是要向下再留意的话 就可以留意74元 或者73元 这些这样的价格 这个 那就会比较理想的价格